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相也提醒国人要感恩 并指出 我国虽然是多元种族社会 但是大家都可以和平共处 而且没有天灾人祸 这是值得庆幸的 我国有三家中文媒体曾经接收一码公司的捐款 对此财政部长林冠英促请有关的媒体自动自发 归还属于一码公司的款项 虽然当局没有设下归还款项的期限 但是他提醒反贪委会有记录名字 一旦展开调查 户头将被冻结 林冠英表示 媒体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应该保持中立 不过如果拿了钱又如何中立呢 他指出 一码资金是在大选年派发 而不是每年派发 但如果把钱给了媒体 就等同通过媒体购买影响力 据了解 设计的媒体分别是槟城报界俱乐部 槟城中文报记者及摄影记者协会和北马记者职工会 林冠英说 他欢迎槟城报界俱乐部愿意归还5万令吉捐款 至于其余的两家媒体要何时归还捐款 他并没有设下期限 不过如果反贪委会调查 他们就必须上庭解释 林冠英强调 一码公司资金的事情和微省区所有记者无关 只是涉及冰岛区三个媒体组织和记者 至于获取一码公司资金的学校和宗教组织 林冠英认为可以不必归还资金 因为有关单位是为民而设的 而那些资金也是人民的钱 最终也用在人民身上 而其他组织或个人涉及商业和利益关系的就另当别论 必须更深入商讨 负责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多刘伟强表示 除了强制规定所有朝野国会议员公布财产以外 商议员也需要申报财产 政府将在下个星期一向国会提成特别动议 规定所有国会议员需要申报财产 刘伟强出席Unicorn Hub联合办公室的开幕仪式后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申报财产的措施将会扩大到上议员 因为他们也是国会的一份子 他说一旦动议通过 国会议员以及上议员需要在三个月内申报财产 包括个人 配偶 21岁以下子女和受托人的财产 刘伟强说 任何拒绝申报财产的国会议员 可以被视为藐视国会 议长有权将他们提交到特别委员会处置 如果议员无法提供合理的解释将会面对相应的处罚 他指出特别动议受到法律和国会的约束 国会议员必须遵守 在申报财产后将资料提交给大马反贪污委员会 他补充下议院议长将决定多少名国会议员会参与辩论 以及在什么时候进行表决 他说不需要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通过 只需要简单多数就可以 一旦通过就立即生效 根据国会向议员的议程表 这项特别动议被列为7月1号会议的第一项 大马反贪委会首席专员RDFA澄清 他目前出席活动时佩戴的指示薰条 人们不应该把他和来自王公中央或州署颁发的勋章混回议谈 拉迪法在文告中指出 根据2012年反贪委会首席专员A章政策现行指定 任何一名反贪委会首席专员都必须穿戴薰条 他只是根据指示形式 拉迪法日前在雪州万金出席反贪委会官员培训的节夜里 他当时身穿黑色制服 胸前别上了一大块的薰表 结果遭到巫统总秘书丹帅阿诺姆萨发推文 促请反贪委会调查拉迪法勋表的真伪 对此拉迪法说 在接过反贪委会的领导棒子后 当务之急是处理多宗严重的贪污案 而不是制服穿着的事项 他指出制服上的其他例子 是身为反贪委会首席专员必须佩戴的职位徽章 他也在文告中感谢一些人对他的制服产生浓厚的兴趣 也承认他刚学会分别职位徽章 薰条和制服的穿着 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才指出 卫生部不会禁止杂货店或餐厅售卖香烟 但是他说卫生部曾经提出建议 所有售卖香烟的店铺需要向卫生部登记 李文才在芙蓉出席2019年森美兰口腔健康医学大会时指出 他欢迎餐厅主动和自愿停止售卖香烟 并认为只要减少香烟的销售处 可以阻止青少年新意购买香烟 他说卫生部曾经在内部会议中建议 所有售卖香烟的店铺都需要向卫生部登记 包括24小时便利店餐厅和杂货店 但是这项建议已经搁置 无论如何李文才强调 卫生部不会禁止杂货店或餐厅售卖香烟 他也说14件烟令将在明年1月1号起开始执法 目前还处于教育执法期 因此卫生部希望市民和餐馆业者可以提高警惕 禁止顾客在14范围内吸烟 人力资源部建议私人界让男雇员享有三天的有薪赔产假 对此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支持有关的建议 并认为三天赔产假已经是最低要求 其他国家都已经开始落实这项措施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认为 人力资源部提出的三天赔产假建议 对任何一方都会带来好处 雇主需要衡量赔产假的重要性 因为再多的金钱都比不上家庭温暖 杨巧双是在以报出席活动 后这么表示 此外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德西瓦·阿吉萨也指出 政府将会和有关利益单位商讨赔产假事宜 早前大马雇主联合会不认同赔产假的建议 如果私人界雇主承担三天的赔产假 将让企业损失一亿五千七百二十万令吉 或每天损失五千两百四十万令吉 对此大马雇主联合会促请政府 改以社会保险或就业保险计划 承担男雇主的赔产假 配合哈支节到来 马来亚铁道公司宣布 从7月16号起将增设两列来往吉隆坡中环车站 和北海车站的电动火车 新时间表的车票将在7月2号早上10点开始出售 马来亚铁道公司发文告指出 增加的列车是由吉隆坡中环车站前往北海的ETS9120 以及ETS9107列车是由北海前往吉隆坡 该公司表示 调整电动火车出发和抵达时间 是为了确保电动火车服务 不会受到双轨铁道系统和基建提升工程的影响 另外 电动火车时间表将进行调整 至10月31号 铁道公司促请公众浏览网站 www.ktmb.com.my 脸书KTMberhard Instagram 推特或波电联系铁道公司客服 以获得有关时间表调整的进一步资讯 宾州政府计划在宾城新建轻快铁 但是穆斯林反对轻快铁经过清真寺和墓园 对此 宾州第一副首长Dato Ahmad Zagiyudin承诺 轻快铁计划的实行 不会动用到清真寺范围和穆斯林的墓园 因此他促请穆斯林不用担心 宾州第一副首长阿曼 Zagiyudin指出 清快铁路线只会建在 双西里蒙勿杀清真四范围 以及穆斯林墓园以外的地方 他说无论是陆地或是该范围的上空 政府都不会征用 他也表示 有关双西里蒙勿杀清真四要展开的扩建计划 同样不会受到影响 依然可以照着原本的计划进行 在吉打爆发的鸡孔肯尼亚症 再增加两宗病例 目前已经确认有37个人不幸受到感染 吉打州卫生局指出 这些患者都是在该局还没有展开灭纹行动之前 就已经被感染 信心的是所有患者情况稳定 吉打州卫生局主任达德罗伊萨在文告中指出 亚罗士达伊布拉辛路再增加两宗病币 使到该地区共有30宗确诊病币 新邦瓜拉一带则保持7宗病币 暂时并没有出现其他病币 病患线接范的情况稳定 罗伊萨解释 虽然患者人数增加 但是这些患者都是在该局还没有展开灭纹行动之前 就已经被感染 吉打州卫生局目前已经检查了71个建筑户 并发现了不少黑斑纹繁殖的温床 当局在1975年消灭带军昆虫法定下 对相关人士开出了8张罚单 罚款数额是4000令吉 柔佛州丰盛港发生恶犬攻击孩童的事件 昨天傍晚一名11岁的女童在住家外 遭到邻居的恶犬攻击 导致她的脸部和身体多处受伤 事发后女童已经立即被送往当地的专科医院接受治疗 柔佛丰盛港景区主任在文告中指出 经过警方的调查 相信是因为狗链松脱 才会导致有关恶犬有机会攻击女童 该恶犬在没有狗链的牵制下 撕咬了女童的脸部和身体多个部位 身受重伤的女童被发现之后 已经被紧急送往云冰医院 目前已经在专科医院接受治疗 根据警方初步调查结果 狗主任并没有合法证件 饲养这只混虫狗 收医目前正在检查该恶犬 是否患伤任何传染病 由于饲养该恶犬的狗主任疏于照顾 导致女童被咬伤 警方已经援引刑事法典第289条文 展开调查 一旦罪成狗主任 可以被判坐牢长达6个月 以及罚款不超过2000令吉 下来给您插播一则消息 受到巴西古当空气污染事件影响 巴西古当县的学校在过去几天停课 罗佛州教育局在刚才7点发文告指出 巴西古当县的所有学校明天复课 他也促请学校依据各自的情况 重新安排课程 补回受影响的课程 下来关注明早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届槟城潮艺馆学生汇报展演 《潮艺戏曲梦2019》昨天晚上在槟城表演艺术中心隆重登场 这一次的演出汇集了潮艺馆的75名学生和老师 为观众呈现精彩的潮州戏曲表演 现场座无虚席演出圆满成功 《潮艺戏曲梦2019》昨晚正式举办 由于这是唯一的异常演出 因此吸引了许多潮州戏曲爱好者前来欣赏 门票在演出前就已经全部受庆了 表演一开始是由潮州大锣鼓率先登场 演出的曲目是《抛网独独》 接着有潮剧《天道》或是我单程的演出 除了潮剧 当然还有经典的潮州歌册《阴台行驾》 由潮艺馆馆主吴慧玲亲自说唱 节目中当然也少不了大家非常熟悉的 孙悟空《斗知猪精》 演员精湛又斗趣的表演 迎来观众掌声不断笑声炎炎 此次演出令人瞩目的就是台上出现了许多新生概念孔 在潮艺馆的努力下 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热爱潮州艺术文化 加入潮艺馆参与演出 连续辛火相传 我很开心因为今晚我们的所有的演出都很成功 然后所有的学生也很开心他们可以这么年轻 然后也很多人来传承 然后也看到很多观众都很支持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说传统戏曲即将要没落 然后也是比较古董古老的一个艺术 不会欣赏 其实我们现在我们有很多新的元素 然后也让大家看到比较水准也提升了 也有这个宗英文日幕 所以可以给更多的观众新生代呢 可以更容易的可以去欣赏我们这门传统的艺术 潮艺戏曲梦的演出除了可以让学生有一个公开的表演平台 验收学习工艺 同时也可以借此机会培养观众的建设能力 让渐渐失传的潮州艺术可以诸如此一股新动力 永远生生不息 LTM 槟城采访报道 美国漫威电影里的超级系列英雄团队红遍全球 深受大众喜爱 配合漫威影业迎来十周年 大马流局和东南亚地区迪斯尼联手 举办长达四个月的漫威工作室十周年英雄展 让我国的漫威民有机会一睹众多英雄的风采 同时还可以透过科技技术和英雄们互动 仿佛置身在超级英雄的世界里 大马漫威粉丝期待已久的漫威英雄展终于登场 现场可以看到许多漫威英雄 如钢铁侠 美国队长和雷神等等 展览内展出电影所有主要英雄人物的模型和装备 而除了可以近距离看到各个英雄英姿萨爽的模样 观众还可以进行互动体验 展览内会利用最先进的视听技术和互通媒体技术 让观众进入超级英雄的动态世界中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的展览也邀请到首相董玛丁和夫人董西迪哈斯玛出席主持开幕 玛丁相信这次的展览将会吸引更多游客到访 尤其是这些先进的科技 我认为是有多大的影响 看下广场这些 它是非常非常 似乎看角色这些人在电影 但现在他们可以看在电影 实现实现实现 感觉不错的 能有像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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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技术吗? 以前如果要做电影 就有手术的手术 这项漫威影业十年英雄展览 已经从6月28号开始 直到10月27号 在吉隆坡博威年广场10楼展出 大马漫威迷可以到博威年广场 10楼售票处购票 持有大马卡的成人只需要48定级 2岁到12岁的孩童则需要28定级 非大马公民的成人票价为58定级 2岁到12岁孩童票价为38定级 来看篮球消息 2019年大马职业女子篮球联赛 星期五在大马篮球总会掀开战漫 实力超群来自森美兰州的金群力队 以84比49轻松淘汰西港猛龙队 成功斩获四连胜 金群力首节就通过外线三分的轰炸 早早建立领先优势 单节命中6G3分 西港猛龙凭借蔡婉玉打破僵局 陈韵威连砍8分 但是依然无助球队取得突破 首节先以15比26落后 进入第二节 西港猛龙一度把比分缩小至9分 然而金群力随后发出18比2的攻势 迅速将比分翻转成48比23 比赛似乎已经分出胜负 来到第三节 已经丧失斗志的西港猛龙 尽管奋力抵抗 但明显已经招架不住 金群力最终以84比49 轻松淘汰西港猛龙 赛出的金群力将在今天的第四节 四场较量中迎战厌制 晚间新闻播报完了 我是张崇林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